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切封教育团旗下高端纸品牌 好程序安为大家提供的快速完赚SPA系列之SPA靠 我是主讲人之歌 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学习的字典呢有如下四个 分别是Maven安装,Idea安装,Idea中配置Maven 包括Skyler环境安装和Idea配置 那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我们切封大数据学习营QO群 全号是241617598 那里边呢会有老师为大家讲解和海浪视频提供给大家 那接下来呢我们开始今天的正式学习 OK,那么之前呢上节课呢我们已经将当前Maven呢给大家配置完了 那这节课呢我们主要来安装一下Idea啊 那么Idea呢是我们当前呢这个SPA开发呢 所使用可以使用到的一种开发工具 那么Idea呢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 介绍过如何下载包括大家应该使用哪种版本 那如果你要是练习的话 那大家下载这个社区版就够了 如果你要是真正的企业级开发呢 就建议大家下载呢当前那个正式版本 但是正式版本呢需要大家去购买 希望大家都使用正版啊 我们都使用正版 然后呢接下来呢这里我们对当前Idea呢进行一次安装 但需要注意的一个点啊同学们 我们的Idea呢最好是安装在固态硬盘下 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一来呢Idea的启动速度呢会比较快 如果你安装在机械硬盘下呢这个启动速度会很慢啊 因为Idea的启动呢是相对来说呢比较慢的 除此之外呢这里如果说你没有固态硬盘的话 那么安在机械硬盘下也无妨 但最好呢是安装在固态下 所以此时呢这里我们就开始正式安装当前的Idea啊 首先第一个双击开我们当前的这个文件双击开 OK那么双击开之后呢接下来这里呢 它们我们选择下一步Nest的 然后这里呢建议大家将当前那个路径呢进行一个修改啊 我们呢在这里默认呢它是给你按照C盘下的啊 因为C盘呢一般是咱们系统嘛 轻易不安装所有的一些我们常用的工具 所以这里呢建议将C盘呢进行更改 那这里我把它更改到我的E盘下 然后接下来点击Nest的下一步 然后在Nest的下一步的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当前一个配置啊 这个我条件点的有点快啊 这位置有一个配置 那在这里啊它说可以创建一个啊 当前的一个文件啊 就咱们那个点击的快据方式 你可以选择当前是32倍的或者是64倍的 除此之外呢这里它还呢可以给你添加一个 当前的past就一个路径呢 到当前那么系统中 而且可以做一些文件的关联啊 做一些文件关联 这里呢我选择一个64 因为我是64倍系统 所以说呢我希望它在桌面上呢 给我创建一个64倍系统的一个 当前的一个图标 然后接下来再点Nest 然后这个位置呢就是安装了 咱们再insert啊 安装就可 等待它安装完成 稍等一会儿 Idea的安装呢 需要进行一些解压和安装啊 那么在这里安装过程当中呢 我们简单来说一下啊 那有些人呢可能会想 Idea和Eclipse之间的对比啊 那正常来说呢 这个网上呢有这么一个说明 就是你用了Idea之后呢 你会发现啊 你再也不想使用Eclipse了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Idea对无论是对插件的支持 还是这个编码的方式呢 相对来说呢 都会比Eclipse呢 更加友好一些 但是如果之前 你就是用Eclipse在一直做开发 然后后期再转到Idea的话 那可能呢 各位需要有一段的适应过程 但是一旦适应成功之后 你会感觉你会深深的爱上Idea 真的是很好用啊 真的很好用 除此之外呢 在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啊 就是Idea啊 不能对Eclipse进行一次优化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有些人感觉啊 我的Eclipse有好多插件加载完之后呢 启动速度非常慢 对吧 那我是不是能使用Idea的编辑器呢 这个启动快一些 相当于像优化的Eclipse 不用优化 那个不像Eclipse启动的慢 但是这里呢 我明确告诉大家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Idea呢 它呢 启动速度也是很慢的 也是很慢的 所以咱里这个两者呢 彼此之间呢 不相上下 但是呢 如果说按照这个编程的界面 有好度 包括这个对插件的支持来说 Idea还是相当比较强大的 比较强大的 所以呢 咱里大家可以试一呢 在Idea这个编辑器呢 来进行一些编译啊 这个相当还是不错的啊 还是比较推荐给大家的一款编辑器啊 然后呢 在这里 它呢 有自己专门的插件网站 一会儿呢 这个后期呢 我们的课程当中呢 会教大家如何下载 使该来插件啊 好了 那么在这里啊 说到过程当中 我们的Idea呢 就安装完了 此时呢 点击finish啊 这个位置 你如果点了 它会自动跑去 你不点也可以啊 咱们可以直接点一下finish 那OK 我们的Idea就安装完了 安装完成之后呢 此时在桌面上 因为我已经生成了 当前的一个Idea的一个快捷方式 所以我双击看我的快捷方式 此时呢 我们来启动一下Idea 然后这个位置呢 Idea如果是第一次启动的时候呢 它会帮让你选择两种方式啊 如果你之前电脑已经安装过一些Idea的同学啊 或者是那个其他啊 那么此时呢 我们可以选择之前的一些配置啊 它可以加点一些配置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Idea 没有什么配置的话 咱们直接选中下面这个 就不导入什么配置 然后点OK 点完OK之后呢 它会让你进行一个风格选择 你的编程界面的风格选择 一种呢是暗系的 一种是亮系的 一般来说呢 我会选择这种亮系的啊 因为比较明亮嘛 然后直接点Nest 然后这里呢 会提供了一些插件啊 你可以自己来找 但是一般来说呢 这个位置我们可以跳过柜子 可以在这个Idea中直接配置 所以直接点Nest 然后这个位置我们也点Nest Start啊 OK 那我们的Idea呢 就进入到一个启动界面 那这就是Idea的启动界面 证明我们当天Idea 已经安装成功了 那么我们这节课也到这里